Coco早餐 请你先生告诉大家有哪些黑马 马年快过完啦 那我们要讲黑羊了吗 Coco姐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新年快乐 自知如意 重要是发大财跟身体健康 这很重要 发大财更重要 是身体健康当然很重要 好的来告诉大家有哪些黑马啦 其实这样讲好像 马年就已经封关了嘛 我们即将迎接洋年的开红盘嘛 其实在这段过程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一些事情说 我在强调说 元月份啊 我想是个一个给 上个月啊 给一个全世界投资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震撼教育啊 当然一度的国际股市出现 比较大的回荡 那当然很多原因啦 可是我发现说最近这个国际股市 慢慢又回到一个相对性的高档嘛 大家可以稍微 这个新春时间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发现日本的日进指数啊 那又回到在18000年左右 然后包括法国啊 包括德国啊 包括道琼啊 包括纳斯达克指数啊 都快回到2000年那个时候的一个位置啊 那当然我今年啊 我想整个一个国际形势啊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多头架构 可是这个多头架构 所谓多头架构这个掌声的格局是没有太大改变 那重要的是说 它的过程会来震荡来幅度是比较大的 这些要有心理准备就像云消费这一样 可能下去要快上来也快 我说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那这样不要讲是说 我们就做一个投资股票的宣估逻辑来讲 我的 至少是我的想法是这样 每一年其实都有很一些的 一些的企业一些的 慢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升的力道 我说股价表现一个强劲的可能性 其实我 其实这差不多三四年来 台湾指数啊 大概就在九千点到八千多点这样来来回回啊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看到很多的股票个股啊 其实出现的变化是大的 那今年洋年要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其实还是维持一个原来的基调说 其实这些年你从 尤其这几年这个在放假的时候 大家也不妨去看看 你有没有哪些公司啊 从这个 起码在四五年来 是不断 获利在不断的成长 营收不断的成长 甚至有些公司的 营收的 获利的成长幅度超过营收 也就是它的毛利也好 营业利益也好 是比较高的 比较有些辅助成长 其实公司很多 我常讲说 现在台湾的市场 台湾的股票市场 台湾企业里面 很多中小型企业啊 它是充满的活率啊 活率啊 就是从我们的这几年 你去观察到 几个个股 我做参考 像从零八年 金融海啸 你看台湾的很多 坐脚车的两架 巨大美丽打 好像巨大 好像整理的 好像涨到三百多块 两三百块的时候 发现它好像 涨得太动了 可是 它的业绩不断成长之后 你发现了 最近股价好像又往下 要注意创新高 就像我们 过去我们在 扣尔街节目提到的 像陈寅两大股票 其中一个 鲁宏比较 三百多块 比较贵 像一个巨洋 所以我那时候提到说 既然你的鲁宏三百多块 你不如回头去看 那个巨洋 我才一百七七十块 现在已经快价 又要比较近两百块 其实这种的 这种行业 什么意思是说 这些公司 你可以发现 这些年的获利营收 它不断上往上 其实是没有 太大改变的 这种本来改变 如果它获利 继续成长 它的股价 一定往上再跳升 另外 其实当这些股票 已经长到一个阶段 你回头去看 其实我这期 我们现在走看 其实到一些公司 我不是说 不要太对个股 太多琢磨 但是你可以回去 看我的现场走看 其实你会讲 去台湾很多的公司 你讲的这个方向 还是汽车零件 跟这个 汽车零件 其实像台湾很多的 我讲一个行业 就是说 台湾很多做轴层的 什么叫轴层 就是说 它用应用范围很广 就是说 像它的 我们讲这几年的旅行箱 很流行的 就是像很多的名牌旅箱 叫Dimova 或Tumi 我这样讲 就是说 我最近在跟 我最近的几年的发现 因为我常常跟我们社长 和学长 带团出国的时候 我发现说 过去十几年 十年前 台湾人的旅行箱 其实还没有太大的 一个想法 什么叫 没太大想法 就是说 可能是买一个 夜市的 或也许是 没有什么品牌的 可是这几年 旅行箱的品牌 的知名度 越被接受 而且一个旅行箱 越来越贵 可能两三万 三四万 十五万 都有 这个他们的轮子 轮子 能够划 那个叫轴城 台湾很多公司 还做这个东西 那做得非常好 那轴城还应用到 汽车的 休息车的拉门 或是说 所谓的 自动化 所谓的 机械里面 它会的 一个项目 零组件 其实我要讲说 台湾很多东西 说它在这方面 也是表现非常好 所以我不管说说 你看台湾 在最近年 感觉竞争一衰退 或怎样 我不管这个东西 其实你会去看 中小企业 它是充满了活力 我们过去谈到的 什么风太也好 风太 百合也好 或是说 我们这几年 谈到很多的 汽车里主角 它都充满 这项的一个 活力存在 其实我讲汽车 今年我讲 情况还是 没有太大改变 其实大家 要最近的欧债危机 这时候 我之前 两三个礼拜前 大家谈到这个 其实我觉得 这个都是假议题 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 其他的问题 当然 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我一直觉得 长期来 我觉得 这个整个 整个令 欧元贬值之后 对谁最好 对德国最好 所以你会发现说 大家可能 就仔细细看 这几年德国的车子 这销售情况 卖的比想象中 大家好太多了 而且我大概 你想看 中国最大的 汽车叫Moswegen 去年卖一千多万 那双B车也是 台湾双B车 卖那么多 双B车的价格 也可以更好一点 大概全世界 有四台多车子 就一台德国车 那这个Moswegen的车子 卖的销售仰 跟Torway差不多 那再来一次看 东国 德国第二 卖最好的车 是ODI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Porsche 很多没想到 为什么Porsche 会卖到这么好 Porsche Porsche是德国最好的车 修理车 两款修理车 凯燕跟Market 卖的 去年的销售量 接近190万辆 比双B还好 所以说 其实现在 我算一算 大概一年 德国的车子 至少在卖了1700万辆 这些跟台湾的股票 有哪些关系 其实我回头去看 汽车领主件 里面跟欧洲有关 跟 大家去持续 去欧洲 跟这些 这些高级车种有关的 台湾还是会赚很大比例 所以 我认为 这是欧元的贬值 对德国车子的销售量 应该会持续的 一个上升 包括日本 所以 德日两个 这段时间 今年在德国和日本 他们的七成公司的股票 可以注意 包括 你说妥奇投资的话 那你回头去看 如果没有做 你可能没有做到 妥奇投资的话 你回去 去寻找 跟这个有关公司 台湾太多了 他们从这些 去寻找一些逻辑 一些想法 我想 在整个股票市场 是这样 不是 这个 一定要做功课 做完功课 再去回到你的 股票市场投资 我想 让你的这个 未来的整个投资上 会有新的一个面貌 我想 杨年 我想是一个 大家应该 还是不错的一个年 好 这个七亿告诉大家乐观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七亿常提醒大家 台湾不是只有 什么电子代工王国 其实我们的自行车 我们的这个 运动鞋的代工 这个 或者是代为 代为设计 甚至于汽车领组件 你不是说过 我们全世界的 抽跑的 最棒的轮胎 这个 里面的轴承 是我们做的吗 对不对 轮圈 轮圈 那叫轮圈 在云林 在云林 因为我们的中部的地区 有非常多优秀的中小企业 其实真正的这个富豪都在那里 是啊 你会发现说 你看 这几年 我因为比较长跑台中 其实我几年前对台中 印象是 因为我从小住台北 没有太大的感情跟感觉 我这几年跟 常去台中 而且很多台中 认识很多台中好朋友 其实台中的 这个朋友非常热情 只要我们说 我们去台中 然后他每次都到高铁来接我们 那我要讲说 这些年你看 我觉得台中是非常有趣的 台中这个地方的七七的房子 我觉得台湾的房子盖最好在七七 对他那边台中又非常多的建商 他们盖的房子是不让人家知道他怎么盖的 你看那个歌剧院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历历建设盖的 你看他们如果我们过去 我参观几个这个奇迹的一些房子 你会发现说过去我们地下室的想法就是阴阳暗暗 这个瀑布冲冲 他们一些很多房子 他把地下室弄成 你觉得超小的 有时候觉得是一个不像地下室的车库的车库 那警察长也是不像地下室的 我觉得台北市很多的很贵的房子都比不上台中的房子 好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啦 祈宜祝你新年快乐 下个礼拜二我们那个开年就要请你再讲投资路